綜藝節目獎 入圍的有 來自一首歌叫做 你醜的像是像話 喬瑟夫 盧廣仲 黑家家 安大豐有限公司 他長得像張 他長得像張 大嘻哈時代2 聯心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原子少年Aidan Boys T-Pi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最強綜藝秀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京視傳媒行銷企業有限公司 綜藝大熱門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今晚最後一個獎項 看誰比較大聲 第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集結各式身懷絕技的達人 展現五花八門的頂尖演出 進而激發出藝人的潛能 突破挑戰 建構成強大精彩的內容 以及感動的火花 單元整體呈現十分豐富 節目進行活潑有趣 開拓出才藝美學的新視野 恭喜最強綜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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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謝謝評審的肯定 謝謝民視的支持 以及謝謝主持人瓜哥儀佩 還有慧如 以及參與這個節目 演出的所有演藝人員 還有謝謝 在世界各地發光發熱 獲獎無數的台灣之光 跟各項達人 他們辛苦精采的演出 才能達成綜藝秀這個節目的完成 謝謝 另外最後我要謝謝幕後工作人員的努力 謝謝民視大義金視所有工作人員 辛苦你們了 謝謝 他是最辛苦的製作人 幾乎每天都被我罵 洪軍 這個講真的要謝謝評審 因為在台灣 要做好一個達人節目 真的很難 這個節目 其實我一直想表達的就是 小人物大精神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在節目上 要感謝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這些達人 達人者們 特技者們帶來精采的表演 透過他們的表演 讓我們了解他們對夢想的堅持 以及分享他們 在他們人生當中的這些很感人深受的故事 那當然也要謝謝主持人 謝謝監製佳文哥 謝謝惠如 謝謝儀佩 謝謝莊總應總 特別是要感謝瓜哥 這個節目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背瓜哥嗎 但是我必須說 跟瓜哥做一次節目 勝過入行十年 其實我這個行業 今年剛好滿四十年 我從入行第一天 就一直在黃金時段進駐到限量 所以陪伴每個家庭 每個禮拜天 都在看我的節目 很多 很多事情 都看到大家這麼努力的工作時候 而且人家常說 你都入圍這麼多次 為什麼每次來都公估 那我覺得 我們必須尊重這個行業 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 不然別人也不會尊重我們 所以我每天 絕對要出席這個晚會 而且看到大家這麼熱忱 我相信我們電視產業 是非常有希望的 人家說你什麼時候退休 我告訴大家 我是 退而不休啊 謝謝大家 恭喜 再次恭喜最強綜藝秀 恭喜瓜哥 也恭喜所有得獎人 謝謝 恭喜 來 我們就一起結束吧 對 瓜哥 妳別走 對啊 瓜哥 來 要結束了 對啊一起吧 妳是我們的前輩 對不對 謝謝 謝謝今天台前幕後的影視工作者 然後可以跟瓜哥站在一起 真是魚有榮焉 謝謝大家目前幕後的努力 也謝謝媒體區的記者朋友們 對啊 讓我們的影視平台 有跨平台跨國際的希望 明天是精采的戲劇類頒獎典禮 接續登場一定要收看 對 千萬一定要收看 我們明天見囉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 恭喜